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呢就增加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装备啊 这里可以看到灵气减免弹射物保护反伤和水下发掘等等 保护非常的高 是迄今为止最厉害的一身装甲 还是最漂亮的一身 并且呢 嘿嘿嘿嘿 这里有把太盗 看一下里面的话还有一个传统按钮 然后这里看一下 这是之前的那个重要对话的剧情 就是说这里呢 刚加特尔被解封了 而我们现在所要的剧情呢 就是要把这把剑拔出来是吧 那这样吧 我们这里再把剧情再给大家再重新回顾一下 毕竟是新的一张码 好对话一 这边的话是我们这边现在已经掉了下来 然后未知的话 未知任务就是刚加特尔 他让我们去走下去继续来观看 然后这里呢 刚加特尔看到没这里是 让我们去拔开他最终这把剑 因为没有了同伴 所以说即使拔开剑之后呢 有可能我们战斗的时候 有可能会丧失理智 然后这里要求我们是否去拔他 然后这里呢 我们在力量和理智面前选择了力量 所以这里呢 拔开这把剑啊 进入此间拔剑 好 刚加特尔这把剑看一下 我去妖系TCPL 妖系刀 拨刃拨刀龙胆 然后refin1024 然后耐久R4 锋利15 激推仪火箭复发机R2 掠夺3 重击5 脉冲2 反伤3 火焰宝物4 衰落宝物4 石运3 一切还没有交述 结束 不能轻易放弃 相信自己的直觉 别被假象所迷惑 这就是所谓的 刚加特尔的最终厉害的武器啦 看看拿出来 嘿 嘿 拔刀术吗 怎么左 哎 左肩可以看到 他左肩是攻击不了 但是右肩 嘿 旁边有个D什么东西啊 连击点吗 嘿 嘿 我去 C 还可以集气吗 嘿 剑气斩 我好帅气啊 嘿 机器 哦 哎 哦 哎 C D 右边这个 C 首先看一下 刀的 刀的攻击速度取决于你的手速 左键为击飞 右键为范围性斩机 推键狂按左右键进行高速攻击狂按左右键 刀的伤害大怪会随着攻击评价升升而增加 慢 然后右键 嘿 极气斩 嘿 宽阻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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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啊 好 A级了 A级了 S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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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S级了 诡辩者 D级了 S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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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食肉粒 我这个 这个不太蛮快的 不过感觉 呃 用上钢加特尔之后呢 它 它的那个 呃 保湿度好像 保湿度减得好低啊 那行 我们走了 看一下 把刀剑操作叫成2 哎呦啊 看一下 操作叫成2 看看啊 长按右键0.9秒以上 松手可释放SA剑剂 幻影刃 类似于剑气 推荐的SS级 平衡下 释放此技能有较大的伤害 且无视任何防御 对boss有着致命的克制作用 好 玩意已经试出了 嘿 减气斩 嘿 我去 呵呵 啊 减气斩 嘿 嘿嘿嘿 我去 看先打出S 嘿 减气斩 我去全秒了 好 nice 找到 好 已经了解这个游戏该怎么完了 好 现在下一步啊 走 三步 这个箱子啊 看一下 拔刀剑叫成 这的话就 这两个就不要了 我看一下 然后附魔之瓶 再生药水 再生药水 组织再生 十分钟的组织再生啊 我去好高 这样药水放过来 我看一下 这里又有两 拔刀剑叫成 怎么还有啊 三 拔刀剑叫成 推荐随身携带 我看一下 看一下三 兵器东西都拿一下啊 好 看一下 拔刀剑成三 再不战斗时 把刀放在物品栏里 且不手持 刀会吸收使用者的经验值 进行自我修复 如果刀的耐久耗尽而被打断 人可通过自我修复来恢复 但修复所吸收的经验值 会翻倍 哦 不战斗时 把刀放在物品栏里 且不手持 刀会吸收使用者的经验 进行自我修复 我耐久很高呀 哦 这还可以啊 好 这是拔刀剑的完整 叫成 双击三击 然后吸收物品等等 然后这的话 完整叫成就放进来啊 其他就不拿了 好 这里现在拿上这个按钮 然后准备传送 好 我已经了解这把剑 该怎么用了 好 走你 传送 即将进入boss战 请做好最后的准备 哇 什么音乐 好 钢夹特二 好 太刀再重 好 这两个看到没 哈哈 好 这边的话 好 哦 怎么还没有试一只眼 看着你小子还是不一般啊 5 4 1 8 哦 那我再问你身上补量到如何呢 哈哈 让你痛苦的挣扎的死去 呵呵 你可真会说笑 快要结束了 你不知道吗 我已经知道你的全部弱点 接下来 你就将开始为自己的罪念 和忏悔吧 一个快死的人类说什么大话 你还为我的快战成为尸体 可以能从半乖乖躺在那里吧 那就试试吧 看看谁可以杀死这 哈哈 我已经迫不及待 先把你切成碎肉了 战斗即将开始 啊 什么路呀 你们 剑气阵 这开始了 我 我绝不说 你不能杀掉我的 去删 剑气阵 3S平下 剑气阵 嘿 我去 嘿 谁怕谁 剑气阵 嘿 我去 剑气阵 鬼变者是吧 来 厉害 哈哈哈哈 再来再来 怎么可能 来吧 去死 谁怕谁 剑气阵 需要打出无限连击之后呢 可以无限的伤害 让他更加 他要死 哎 548要死了 要死去死 最终接近将去终于到 去死 哼 别以为结束了 终结束了愚蠢的人类 我可 我可不会去死啊 哎 我去 无名刀 血光 哎呀 我去 我拿到神器了 我看看 我先吃点肉 我玩都补一下 吃这个 吃这个 用钢加特尔 好费耐力啊 好费体力啊 我拿到两把无名刀 无名之刀 我去 无名刀血光 无名刀血光 腰刀 平凸 耐久 锋利6 最终打击3 耐久14 5418所使用的双持武器 充满了血性的味道 技能凸色 没有多大用处 好吧 哎呀 我看看 好不好看 我看一下 拿到身上 我看看 血刀 怎么都是日本的武士刀啊 哎 哎 这刚才还有两把小刀 怎么不见了 好吧 我们还是拿上这个吧 钢加特尔 这把刀才帅气 哎呀 这是那个 这是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好机友嘛 怎么好机友 还在地上躺着 杀死Boss 取得踏板后 放在这里的巨星 踩下 出发巨星 取得踏板 杀死Boss 取得踏板后 放在这里 出发巨星 哪有踏板 哎呀呀呀 我晕 傻了 真是 杀死Boss了 现在取得踏板 然后这边的话 把踏板放上去 这把血光没什么用 好 都结束了 白痴 整天吹牛说大话 可不会延长你的寿命 哼 我好牛逼啊 科斯特 斯科特 你们还好吧 大家振作点 我马上 不交云书机 请求安全撤离 不 还没有结束 你还没有彻底杀死他 阿灵 但5418本体死亡时 他的意识会转移至最先的腐化生物身上 并企图复活 如果想要彻底杀死他 我们必须引爆这里的核弹 时间不多 我们必须在他逃跑之前彻底杀死他 不 你们现在伤得很重 先撤离吧 现在 这里的生物已经对外叙事待发了 没事 照他说的做 以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 只会拖他的后腿 而且 他刚刚一个一个人的力量激发了5418 这样的实力 以及腐化生物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吧 看来只能这样不可了 那么请拿着这个科尔 这是绝经号的远程 操控设备 一旦完成任务 马上呼叫绝经号撤离 一定要 要回着回来 阿科尔 好 即将传送 请稍候 这里的话就等于是 我们的好机友呢 这里先撤离一步 我们这里呢 去追杀那个5418 因为他死亡之后呢 他的灵魂会转移到最 附近的腐化生物身上 所以这里呢 我们要斩草竹根 所以说被他得杀死之后呢 我们需要引爆核弹 是时候 该做个了断了 好 这里直接前进啊 看一下 通往空之室的门锁 锁上了 得想办法绕路过去 这里空之室的门锁上 需要绕过去是吧 好 看一下 嘿嘿 这个悬浮器损坏了 通道上还滴下了点点的血液 哎呦 我去 好可怕啊 好 走吧 不管他啊 应该在这里可以上去 好 这是一个传送上被再打 好 神器在手 谁能当我 谁能当我 这边走啊 这有一个门 再看一下 我们这直接 大摇大摆追杀boss 我的天 这里到底发生什么 腐化生物也会自相残杀 不过没有见过死的这么惨呢 腐化生物也会自相残杀 我去 满地的腐化生物的尸体啊 诡辩者D级 哎 嘿 哎 嘿 哎 啊 斜着下来 我各种腐化士兵 全都死掉了 然后 诡辩者D级 诡辩者C级 各种诡辩者尸体 我去投啊 这里还有几把剑 然后这的话 梦影江 嘿嘿 我这里 呃 我拿几个 我拿几个食物吧 拿几个牛排 万一不够吃怎么办 然后 呃 污渍的话 哎呦 我公斤太低了 算了 我这个把枪是王道 这两把剑厉害吗 我看看 覆墨制品 我看看 双动剑 有没有啊 这呢 绿宝是剑啊 好垃圾啊 什么都没有 那行 这里我们现在下来 这里现在有两个位置可以下来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一个 这边的话啊 这是下不来的 那应该是从这里呢 我们继续下去啊 去去追杀 追杀那个5418 最终的boss 嘿好下来 哇 我们现在大摇大摆 有非常霸气啊 非常霸气侧落的去追压他 好做了 怎么过不去 哎 哦 需要从这里过来 嘿 看起来我们来到了一个未被建成的地下实验室区刚加特 小心点课啊 那些腐化生物的死相之惨 看来并不是人类或者腐化生物干的 也许有什么更加危险的东西出现了 请务必提高警惕 我去 还有更加危险的东西吗 好 这是大幅一些武器等等 我满地的腐化生物的实体啊 就是说出现了一个更加奇怪的生物 然后连腐化生物都不是对手 然后全部被杀死了 我们这边得小心一些 这里有可能会出现更加厉害的一些生物 或者更加奇怪的生物 好 这里我们现在拿上刚加特 继续拿这把拔刀剑呢 继续走啊 好 现在这里是一片 非常非常诡异的通道 我们要沿着通道 直接往里走 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不过现在我们神器在手 天下我有 所以不用担心任何的人啊 好 不用他 好 这边的话 来到了一个所谓的大厅当中 看一下大厅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存档点 听起来上面有动静 请做好准备战斗 存档 这个是再生药水是回血的 十分钟的回血就先不及 我们先看一下 上面有战斗 看一下上面有什么东西啊 鬼变者 去森 刚夹特 神器在手 谁怕谁 替身拽 去森 拔刀剑 森 谁怕谁 去森 我全部秒 刷S级 好东西拿拿 这鬼变者的长刀不拿了 这个没什么用 这把长刀很垃圾 还有钱啊 都拿一拿 点击触发剧情 我看看 点击触发剧情 然后呢 这么轻松就解决了 那是 小心提高警惕 墙后面有东西 什么 我去 暴怒出击兽 我去 鬼变者 拖刺 剑机架 我去 3S 逗逼 弱爆了 吃个冰冰馆 好 走了 然后这里什么东西 被炸开了个区 好多炸开了 好多小方块 不用理他 然后 还有 哎呀 来 谁怕谁去 拔刀剑 瞬间秒掉 弱爆了 好 这现在门也打开了 现在直接从这里 往进继续吐散 有个宝箱 剧情对话 看一下 剧情对话 克尔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这么难缠 反正不是腐化生物 而且是一种 更加危险的东西 没猜错的话 它们会杀死一切生物 并且吃掉 完成自身的进化 包括腐化生物也吃 哦 刚才不是腐化生物 刚才是一个 另类生物 腐化生物已经失去了首领 不会对我们构成 什么最大的危险 但这种生物 是棘手的问题 似乎连腐化生物 也惧疤它们 不管怎么样 我们必须引爆核弹 在这种新生物扩散之前 将其灭掉 说得对 好 不要再老问我 刚加特尔为啥会说话 不要把它当作 玄幻小兽的神剑来看 它是一把 宰着人工智能的 AI特殊武器 好吧 作者傲娇了 行 我们这里走啊 上来看一下 现在这里赶快上去 寻找最终的核弹发射井 然后一定要把核弹 把这个区炸掉 这里太危险了 误 诡辩着ST声 这诡辩着好萌啊 一点都不可怕好吗 好 走了 腐化生物 士兵 暴怒 突击手 就你 我去 撕 突击手 剑气斩 撕 我去 我这个好转 能能打到双S 再说 S 死了 我去 等级越高的话 攻击力的威力是翻倍的 这种东西 无名要刀 刀和刀鞘可以合体吗 不用管它 好 首先把这个区大掉之后呢 然后 门被锁上了 需要找到机关启动它 这么多浮化士兵啊 然后里面的持枪浮化生物 有点难对付 我们应该去楼上关闭 中闸门后 把门后面的突变生物放出来 就是说 这里比较难对付 我们可以把突变生物放出来再说 然后再看一下这种地方 多人游戏补给什么东西啊 注意这里面的物品只是用于多人游戏的 其他玩家防御效果并不怎么好 哎呦 那没什么好用的 那就不要它了 箱子呢 金币 我现在没什么好用的 那行 我们现在从这里呢 需要上去 这个是不知道一个什么奇怪的附魔台 暂时不用理它 我们这里商量 需要把突变生物放出来 然后把浮化生物干掉 这里看一下 强制关闭大门电源 嘿 我来去 暴怒突击撑 我去 好厉害 看到没 它背后一个红色的翅膀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现在轻轻进去 我们却在 用个脸 打不看 需要找到机关开启 开启机关在哪里需要 我觉得暴怒突击手不是对手啊 需要找到机关开启 那干嘛 我还是不是要死了 不是 暴怒突击手好菜啊 门杯锁上了需要 需要找到那个钥匙打开才行啊 这里吗 不行啊 然后 然后我们该怎么进去啊 我们没有房门钥匙吗 这里怎么 这个门该怎么打开 然后那个怪物 又这样就不干掉了 你再逗啊 行 我再试一下 再按一下 开关 强制关闭 电 大门 电源 问题是 我们该怎么进去啊 我想知道 没有钥匙啊 难道是在这里需要找到那个多人游戏那个东西吗 需要找到机关来开启 机关机关 难道是这个东西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 剧情对话 我看看 问题是 这个 这什么东西啊 没有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问题是 我们现在 在哪儿去找 那个 在哪儿去找 开关 这里吗 嘿 哦 应该是这里 应该是这里 disconnect 哦 这里才 哎呀 我应该是 先把大门打开 然后利用那个狂暴者 再去把这个混蛋干掉 哎呦 我去吃 现在不太好打了 散热箱太多 这里啊 钢加团准备 三二一 嘿 哎呀 哎呀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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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 哎呀 去 去 去 拔刀剑 哎呦 哦 我知道 应该是 先把怪物放出来 在他们打怪物的时候 我瞬间出来 然后把这个人干掉 应该是这样一个打法 但是也还没事 我现在金苹果很多 吃个金苹果 金苹果同时 补血 再补那个保湿度 都是不错的 而这里有个瞬间回血交剂 也是不错的 可以拿下 这样的话 后面 嘿嘿 可以 有很多时候呢 可以直接瞬间补血 好 现在金苹果 加瞬间加血交剂 多之后呢 这对阵boss呢 我也有更加多的一些实力点了 好 中端 中端控制室 需要钥匙 这里呢 存档点先存一下啊 好 存档点 然后 数据库记录着系统最高机密文件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进去看看 资料库让你了解更多的剧情 哦 我们看剧情啊 我蛮喜欢看剧情的 好 这边他要看一下 把看一下三个剧情 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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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 暗夜精灵 违规系统执行记录 腐化生物研究 看一下暗夜精灵啊 我们现在是暗夜精灵吗 由于未遇到的原因 人类残余人口不足于原先的0.001% 将启动再生计划 重新投放人类克隆体 支持人类作战 如何区分真正的人类与克隆体 真正的人类 由腐化生物的侵蚀身体 逐渐变异 瞳孔颜色 会由原先的颜色 转变为血红色 而以启动的暗夜精灵计划呢 制造出大量被改装的人类克隆体 支持人类战斗 暗夜精灵计划摘要 制造出精英级克隆体 并给予其专属武器 钢加特尔 与破坏 破晓黎明 破晓黎明 哦 并赋予武器专属的作战AI系统 作战AI系统 拥用TCPL系统最高控制权限 但不会被无权限的 其他生物所操控 哦 那我们就属于是精灵 是吧 然后 呃 这个应该是 那个什么记录 首席研究员 李扬 呃 违反安保条例 闯入第三实验室 未经许可窃取 腐化生物机 本样本 已被列入危险行动名单 将出动机械化 守卫 采取强硬措施 阻止 然后 这都是谁啊 乱七八糟的 呃 好多好多人 斯科特 哦 呃 斯科特 还有 阿灵 都是被 数据库终止 就是逃出来的人 是吧 好 腐化生物研究 腐化生物是在 2029年的底TCPL 军事公司意外 发明的一种生物武器 由于极不稳定的危险性 公司的高层领导人 一直严定禁止 对腐化生物的深入研究与实验 腐化生物能感染 并控制宿主的神经系统 达到操纵其身体的目的 但其 但是这并非是必然的 极少数拥有特殊基因的人 似乎对这种生物的感染所免疫 权限不足 无法预览 都权限不足 那么这么干嘛 那逗我 好 都丢进去吧 呃 然后没用的东西都可以丢了 嗯 食物先拿出来 然后 药水拿一下 哎 药水放出来 药水放出来 然后 瓶子放出来 好 好 这是基本的一些 基本的数据 现在已经了解了 似乎是 绝境化的设计草图 哇 这谁画的 好好好帅气啊 绝境化的设计草图 然后这边呢 嗯 这边是 实验室的一个 一个什么图是吧 这个是怎么做出来 他们自己画的吗 感觉好厉害的 感觉这个作者好厉害 应该是手动画了很多东西的 好 不管了 出去看看 然后在这里看一下 终端需要钥匙 这里怎么进去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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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